北市议员苗博雅他日前在这个政论节目当中呢 他上节目的时候说出这个全国二十几个县市的民众 现在是一起陪着双北在坐牢 此话一出呢立刻是引爆了争议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张思高呢他就在脸书上投方文说 对着这个苗博雅直接就跟他讲说 阿苗其实呢就是你们这个社民党的前辈范云啊 他投靠了这个民进党换取了不分区立委之后呢 范云才有办法召开这个三加十一的协调会嘛 也才会造成这一次的疫情破口啊 所以那应该就是全国被范云害的一起坐牢才对嘛 而且这件事呢至今还没有人来负责 另外呢不久前呢就卫福部长石崇良 也甩锅给万华让万华人是气炸了 难道现在又要甩锅给双北吗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台北市议员张思高 要来请教议员的看法议员早安 是早安大家早安 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到你的po文哦 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讲法真的是 坦白讲就是情何以堪啊 大家不是在讲什么全岛一命吗 然后当真的要彼此相互帮忙的时候 又互相甩锅 其实这是一个民进党 还有他周围的支持者 进行一种认知作战 从上个礼拜六礼拜五开始啊 就是石崇良说 这是万华破口 导致这一波的疫情 然后呢再后呢最近又抛出说哎呀是双北 害大家一起啊没办法来解封 然后呢全国陪一起陪双北坐牢 这个话听下来啊 其实大家觉得 当每个地方有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全部的去支持他 之前像桃园有疫情传出 我们这个在其他的地方都要支持桃园啊 不管是相关的物资 相关的这个加油打击 都希望每个地方能够度过疫情 而且台湾这么小啊 不可能说我只有在桃园 不会都跑到其他地方 你看这一次 你说之前有彰化的这个葡萄商人 然后到台北的旅游 然后导致会有一些传染 所以我要全岛一命的就是 一起要面对疫情的这个这个攻击啊 然后呢集中力量集中火力 不要分彼此 不要趁机来趁火打鞋 来做一些政治操作 全力把疫情扑灭 那我想这个 阿苗平常我们步动也蛮多的啊 他这个 今天讲出这个话 坦白讲就是让人觉得 非常的悍言非常的难过 那台北市的部分 很多的地方的热区 还持续在有疫情传出来 是不是大家一起调动资源来协助 把我们这热区的疫情把它压制 压制压下来 我觉得这才是全岛之福 不要趁在这个时候啊 用政治操作 去拉磕打猴 然后拉磕打磕 企图在这政治政治的利益上面 来夺取未来的一些选票 甚至说争取到国外疫苗 那个民进党内部派系 还要借此表功 所以我觉得 利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政治操作 政治语言 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 也是最不起的事情 好那么另外哦 最近其实这个确诊数字 是持续在下降当中 但是我们这个三级警戒 还是会一直要到6月28号 那么由于呢 在南部现在有部分的县市 疫情看起来好像有获得控制了 那么民进党这个嘉义立委 陈明文他就建议这个陈时中说 不要像吃大锅饭一样 可以视情况呢 让嘉义以南的县市 看可不可以降到二级 但是这个屏东县的立委中嘉宾呢 他却说如果呢 只有南部降到二级哦 可以想见会有很多北部的民众 往南部来移动啦 因此呢 与其说分区降级 倒不如让这个全台维持同等的警戒 但是他建议要因地制宜 调整这个防疫措施哦 中嘉宾就建议说 可以依照这个疫情的不同 来进行区域性的适度松绑 比方说他就讲说举例 餐厅呢可以在这个控制人数距离 装设隔板的前提之下呢 开放大家内用 如此一来呢 就可以让这些做生意的人啊 开餐厅的人啊 可以尽早脱离经济的困境 不过国民党嘉义立委 翁重军就表示说 这双北疫情啊 现在看起来是依旧严峻哦 而且台湾那么小 流动又方便 除非呢双北控制住了 否则呢 他认为说不敢冒这个险啦 那么近期这个本土确诊是有趋缓 连三天呢 是降到了200例以下 网络平台也进行了一项民调 问网友说 是不是支持我们分区降级呢 那么截至昨天晚间的11点钟 有13.4%的民众是支持 非热区可以先解除三级 不过呢 其他有超过八成的网友都是反对的 他们还是会担心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 会让疫情扩散 那么针对有立委提出 这个分区降级的意见呢 看起来南部人好像是不是想要开始松绑了 那南北现在是开始要对抗了吗 那之前大家都喊说这个同岛一命 难道是喊假的吗 议员你怎么看呢 你先问问看陈时中会不会答应好了 我觉得他不可能答应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面积真的不大 全岛36000平方公里 那而且人际资金的互动非常密切 而且你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小吃店可以有隔板可以吃 这个地方不能外 只能外送 不能再内用 那有时候县市的边界并不是很明显 那也许划一个道路 就是另外一个县市 所以我倒觉得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让这疫情在最短期间之内 能够持续的走低 然后甚至最后清零 然后解除三级警戒 如果说这边开 然后北部的很多朋友 或其他地方能出去玩 去消费 纵使可以让一时之间的 这经济好像感觉好起来 但是万一在这中间又出现破口 那后面要去追查一些来源 不是更不容易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些立法委员不必在 不必去想这些办法 你倒想一想 在这个时候如何真是全岛一命 把一些该用的物资要准备好 然后该支援的地方 是调动全国的医护人员 去支援一些疫情比较吃紧的地方 我觉得是才大家愿意看到的事情 集中火力把疫情压下来 不要说这边啊 这边三级 这边二级 然后有地方说那我用2.5级 或者我比照比照二级 那个让全国会 他的这个封锁程序会大乱 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不宜去做松动 不宜做松动 因为人是会流动的 那病毒也是会流动的 更何况我们台湾一个特色 病毒跑得比公文快 那如果说在哪个地方 之前波动 要去做公文去做处理 去做这些封锁的时候 往往行政效率又很低 所以我认为啦 大家真的再稍微忍耐一下 看28号以后 可不可能来稍微解封我们的三级 让三级的状况能够解除 让大家的生活能够 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 我觉得这些的一些 什么部分解封 我倒觉得真的不必如此 这台湾很小 大家跑来跑去 过去的例子看出来 跑来跑去 然后病毒跟着流动 反而是造成疫情的破口 好 我们现在要先请这个议员 在线上先暂时等我们一下 因为我们要先来看这个 人美心也美的艺人贾永杰 因为日前他是募集到了 这个有300多台的救命神器 HFNC这个设备 分送到了各大医院 但是呢 却也遭来了批评说 他是在分裂台湾 对此呢 贾永杰他昨天是亲自开了直播 强调说呢 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顺时钟 而且呢他一度落泪 不禁感叹说 我是哪根葱啊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我呢 一起来听贾永杰怎么说 打脸政府 根本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说的话是顺时钟 跟通道一命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说 这个就算了 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可是为什么要说 我的目的是撕裂台湾 我有多爱台湾 就是 台湾 我从头到尾 就是爱我的土 好贾永杰是遭到了一些 政论节目的批评 网路上头也有人抨击他 说他是不是在撕裂台湾呢 不过对此 之前这个总统蔡英文 是已经有在脸书上头留言 来感谢贾永杰了 那么跟着呢 民进党的发言人严若芳 他也在脸书上头 严正的谴责 这些在网路上的恶意批评 针对这些刻意挑拨呢 他也是有批评 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回应 那么民进党谴责网路的恶意批评 但是现在民众真的相信吗 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四岗议员 贾永杰 我真的给他暗暗要大大的暗散 我真的觉得他的行动力强 然后很快就目击到 医药部分的最需要一些 机器资源 那这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到底谁还忍心 去攻击贾永杰 或是他周围朋友的这些善行义举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人心的非常恶劣啊 真的非常恶劣 然后你说这某一些网均 我感觉起来那是有点带风向 我们 我们去看了很多网路的这个风向 很多的包括转载 然后跟风等等 感觉是有一小股人 在做一些 在做一些分化 在做一些攻击的这样子 一个延迟动作 我真的觉得 拜托 拜托不要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样的善行义举 都被网均这样攻击的话 下一次当台湾面临到需要 资源需要灾难的时候 谁还愿意站出来牺牲自己 站出来倡导公寓 我想会没有人啊 那你说 那蔡英文只是淡淡的讲说 感谢什么社会啊 地方啊 或者再留个言 我觉得真的还大大的不够 应该是要 真的要给贾永杰跟他的朋友们 要积极的支持他们 也不要去旁边去风言风语 冷言冷语说 这个机器啊 如何如何 要经过训练啊 并不是最需要用的 拜托在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不管是口罩也好 机器也罢 让大家一起呢 同心协力度过难关 那嘉永杰的表现真的是 这个才叫做同岛一命 这才是同岛一命 你说我们之前讲到一些啊 就攻击双北拉科导侯这些等等 那打叫同岛一命 那是同党一命 所以嘉永杰这才是同岛一命 所以拜托 包括网军也好 或是一些特定的 政党或特定意识形态的朋友 道是可而止 不要再做攻击嘉永杰 也会引起大家的愤怒 因为在这个时候 是每个人要拿出自己的爱心 然后自己的资源 然后把这个台湾的疫情度过下去 那除了嘉永杰之外 就像其他的工商团体 还有郭董 他们要引迹BNT疫苗 进来解决大家疫苗荒的 也请我们的政府相关单位啊 就赶快放行 不要再说什么有条件这个那个的 大家的善行义举 都是希望让台湾渡过难关 不要再用一些行政手续 冷言冷语 然后测意打风向 把大家的爱心 完全的把它打碎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四纲议员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